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玩 欢迎来到米兜阵线 美台签订6.6亿军售合约 美军提供爱国者三型导弹勤务监测 这就是我说过 中美关系因台湾而进入更激烈的对抗当中 关系进一步恶化 那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 我们如果说不派兵 直接武统的话 那么后续美国会有更多的动作出来 那这个所谓军售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后续可能会有美国现任高官 布林肯或者说奥斯丁 或者说杰克萨拉文 或者拜登都会亲自到台湾去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升华 王爷爷已经早就放出风来了 所以说中共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时机成熟就一定要 开始侵吞模式 现在常态化战备警循是必要的 美国众议院众议长佩洛西日前访问台湾 引发中美台三方关系紧张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展开军演 并试射多枚东风系列导弹 军演结束后台湾军方周日十一日公告 台美已亲属为期四年半 价值25.2亿台币约合6.6亿港元的爱国者三型导弹工程勤务 及导弹效能监测计划的设备与服务合约 称这项合约在与美方维持长期训练关系的同时 亦可有效维持台湾空防对敌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 台湾军方官员周四指出 美国国家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 在今年2月发布军售公告指出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出售价值1亿美元 为期5年的爱国者飞弹工程勤务 以及飞弹效能监测计划的设备与服务 包括维持维护和改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问题 为爱国者导弹增强飞弹和爱国者三型防空 飞弹系统的提供导弹现场监测 确保爱国者导弹的可靠性和性能管理 并提供已部署导弹的定量可靠性评估 此次军售由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于今年2月公告 决定出售支持台湾参与爱国者导弹工程勤务 及导弹效能监测计划的设备与服务 内容包括维护改进爱国者系统 并提供导弹现场监测服务 该合约原定合同定期为五年 总价值约一亿美元 其中包含工程服务支援 以维持改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并将有助台湾维持导弹密度 确保台湾空中作战战备能力 台湾将能用此能力 嚇阻去威胁增强本土防卫 这个事情今天二月份就开始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正式落地了 正式落地了 所以说他就是意思说 只要有爱国者导弹 台湾好像就能够抵挡住 解放军的所谓的入侵 他对我们讲是武统 他们是认为是所谓的入侵 这是他们的基本的逻辑跟想法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 老兵认为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你说你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 我放16枚导弹 你就监测11枚 还有5枚监测不到 你说你这个导弹有啥用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 那么他们说我管你有没有用 我只要拦住这11枚导弹 剩下5枚我拦截不到 无所谓 那么在老兵看来 这个其实是很蠢的 那他妈的 如果你按照你这个思路来的话 我放这16枚导弹 我前面5枚你看不到的 我先攻击你 那不就好了吗 那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解放军的这个思路 不是很明确吗 我苏35飞过这个台湾海峡 正在过台湾海峡 你台军F16V你都监测不到 我不就先把你干死了 我不是说先派这个歼10C 或者说派其他的什么歼11过来 对吧 我就是跟你玩他妈田击赛嘛 我拿我的优秀的嘛 跟你他妈最垃圾的嘛 来比赛可以不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脑子 他妈的很奇怪啊 真的真的很蠢 蠢也好 白痴也罢 就说明一点啊 就说美国他要不停的打台湾牌 来持续性的来转移你中国的注意力 来削弱你啊 这是他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做法 所以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们必须啊 有反制措施 同样的 大家要知道中美台三方啊 中国跟美国关系拉远了 那美国跟台湾三而来拉近 就这么简单的一种关系啊 就这么简单的一种一种关系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啊 去做这个造势 舆论造势 你看啊 你看我一直都在保持现状啊 他现在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现在就是在虚化跟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啊 对不对啊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很明确啊 一定要很明确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个解放军远跳台军舰机本导照片 真伟遭质疑 美联社回应 中国解放军近期在台湾周边军演 一张解放军持望远镜 观察台湾海军蓝阳舰 花莲和平电厂的照片 引起广欢关注 美联社8月11日相用户公告称 明白有媒体质疑照片真伪照片 公司未发现他有问题 而照片不是由美联社拍摄 以及无法取得原档案 美联社也无法确认他的真伪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提供给 包括美联社在内的 与之合作关系的机构 大家要懂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台湾老是在海外放风 也不是放风 就是说造谣 说解放军南京号导弹驱逐舰 在和平发电厂的外侧 这张照片是假的 但是我就说 这个就是太傻逼了 首先第一个 央视公布的这个画面 都有视频的原画面 你自己去看嘛 都有视频的原画面 视频还是假的 那么还有一个 你可以打开那个 传播定位器嘛 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那当然是真的 美联社这样子讲 他也不照真伪 这个话其实就说了 就是有点装逼了 什么呢你不照真伪 你当然知道他都真伪了 你们有渠道可以去调查的吗 还有一个 央视在放这个照片 这个有什么可能造假的呢 对不对 台湾就别他妈的 把头他妈埋到沙子里面 当鸵鸟 阿Q精神胜利法 我说句实在话 那他们就说这个照片假的 这个照片假的 怎么他这个望远镜 不是看这个蓝阳剑 我告诉各位 解放军在看什么 解放军为什么不看蓝阳剑 我想请问 这时候蓝阳剑 你看他的外表 你认为他有战斗力吗 这就是一个乞丐 一个在那边乞讨的乞丐 把自己眼睛给弄瞎掉 身上给拿火烧了 倒的硫酸 毁了笼 然后在那边讨饭 他有任何的战斗力吗 没有 解放军观察的是 他的暗制的这种防空导弹 而这个反舰导弹 暗制反舰导弹的那种阵地 在观察这个 和平发电厂 没什么好观察的 蓝阳剑 有什么好去看的 没有任何的战斗力的一个剑 解放军这边打一颗导弹过去 他也打过来 他打过来的导弹 解放军马上拦截掉 我们打过去导弹 他拦截不了 这就是事实 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那东西能打仗吗 我他妈买一个铁皮玩具船 都比他新 放在河里面 老兵拿电动 动了一下 都比他新 我自己以前就拿这个铁皮 坐过一个船 坐过一个电动船 买了那个马达什么 装上 装上去 都比他那个 看起来要有战斗力 中国就是进枪 不进枪 我把我那个舰上面 装他妈一发 装一个他妈的 AK-47装栏栏栏上面 直接就是打AK-47 电动遥控他 打AK-47 都比他那个蓝洋舰 有他妈战斗力 所以说这么一个破玩意儿 我们为什么要去 给他看 现在说这个照片假的 这个照片 全球各大媒体都在引用 而且他们有合作 就是说 你别看出 中国跟美联社 跟什么这个纽约时报 都好像很BBC 都好像很敌对 但是呢 大家有一个协议的 你拍的照片 我可以来引用 我拍照片 你也可以去引用 这都是有一个协议的 但是呢 只有说 他会有一个查证的 一个体系 他能知道 你上这套照片 就是真的 你明白吗 假的话 他们都早就辟谣了 早就来打脸你了 早就来嘲笑你了 还他妈的 给你留到现在吗 所以关于这张照片 就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 这就是这样的发展 真的吗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是假的 那解放军空军 看的海岸线 那也有视频 你怎么不说它是假的 你就拿这张照片 央视的 公布的时候 视频里面都有 这个在这个周舰上面 南京舰上面 拍的这个视频 也同样能看得到 和平发展场 已经在6.14海里了 别他妈再 你那些放 爱国的导弹 你买的有啥屌用 我用后面 你照不到的 5枚导弹 来攻击你 不就完事了吗 动动脑子 别他妈 今天就知道 吃苍蝇 吃蚊子 妈个巴子 躲在那河岩上面 今天吃苍蝇 苍蚊蚊子 吃了他妈 比脑子都堵住 他妈是够有 真的 他妈有够蠢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事情 22年再发 台白皮书 国民党 运尊重中华民国 存在的事实 解放机近期 在台湾周边军演 引发国际观众之际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周三发表联合 联合发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为中国政府 时隔22年再发布 台湾问题白皮书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 和现状 那这个上面这些东西 我都不说了 主要是说国民党的这个意思 国民党中华民国 存在的事实 必须尊重 国民党在Facebook表示 中共应尊重中华民国 存在的事实 国民党绝对捍卫 中华民国 守护民主自由 与区域和平 针对国台办 昨发布的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 重申保留 对台动无选项 绝对反对 并表示捍卫中华民国 守护民主自由 与区域和平 也会要求中国大陆 面对中华民国 存在的事实 国民党称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在启程访路清楚表明 对于中国大陆立场 一向非常清楚 就像我们的立场 也很清楚 不会因为对岸 讲一句话 就改变自己 现实存在的事实 对于中华民国 存在的事实 对岸也必须尊重 对吧 陆委会坚持 两岸互不隶属 兼具一国两制 所以我就讲了 不要再搞这些什么 什么 虚了八七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搞了干嘛呢 对不对 直接就是说 这个东西 也许你是 这是一个外交的 一个外交层面 跟舆论战的一方面 你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这个要求他 和平统一 但是他们都在拒绝了 国民党也拒绝 民进党也拒绝 对吧 那不就OK了吗 那我们就要干 我们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就 就直接就是以这个后果 为直接的一个 努力的方向 去执行它 就OK了 我们绝对不能够 把这一份东西 直接就当成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政策 一个努力的方向 这个是绝对是不能够去做的 对吧 我们这份对台白皮书 它里面的内容 不是我们去努力 维持奋斗的目标 努力的去实现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去实现了 但现在美台军售 美国要操纵台海议题 美国可能派更大的官员 来这边 那么我就说 我们直接就是 按照 军事斗争的需要 我们一定要把台湾 通过武力的方式 给它解决了 必须要通过武力的方式 只有武力的方式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其他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 根本就不可能 就这么现实 所以你也能知道 国民党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人家就不想统一 人家这个就叫 这也是台独 不要说它是什么华独 这就叫他妈台独 如果你细分的话 说它是华独 就是中华民国 对吧 这不叫华独 那边是台独 对吧 但实际上 就是台湾这块地方独立 这有什么他妈的好多 不就是台独吗 都他妈是台独 所以国民党是什么东西 我早就说过了 我们不要跟他去接触 我们跟他接触的意义 在哪里呢 跟国民党的 极其他妈的 汉奸走狗 败类 鹰犬爪牙 跟他们接触 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跟他们接触 这些招待费 应该统统给他砍掉 倒不如多 给这个军队去使用 或者我们别的地方 用于扶贫也好 用于这个乡村振兴也好 我们这些地方是大量需要资金的 中国还有很多人 没有办法结婚啊 还有男女比例失调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钱去解决的 还有很多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要大量的划钞票的 我们何必去跟这个天天不愿意跟你统一的 一个所谓的说 你要承认我中华民国 对于你台高台湾的白皮书当中 出现不承诺啊 放弃武力 他们进去反对 就是你就是这种人 你还跟他去扯什么软蛋 接待什么 那些茶水费 我们全部给他剥夺了 要来自己花钱 但你最后你也别过来 你们过来干嘛 对吧 还有那个屌人叫什么 叫什么呢 姓蒋的那个台积电呢 后来在中心 他说我这辈子最后悔 就是加入这个中心了 是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大家要想想看 在他们这些人 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叛徒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败类 他们已经根本不是一个民族了 我们要把他们开除出足籍 把他们给他妈打爆掉 爆掉他们 这是最好的方式 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 直接就是干 就使你打 这个才是唯一的出路 不然的话他们 能他妈 我们这个上海本地图画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 能出就出 他们就是这种能 什么意思 就是说能他妈拖一天是一天 能他妈的爽一天是一天 能他妈混一天是一天 他们就这种东西 必须严肃对待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情 美国媒体报道 中国最新统一白皮书 擅除不派兵进出台湾的承诺 北京时日宣布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结束 同时发表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白皮书写道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能力 实现足够完全统一 美国之音美联社等媒体在报道 最新统一白皮书时 注意到 白皮书删除了在以往 白皮书中所做出的统一后 台湾实行高度自制 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和行政能源 进出的承诺 就说 我就算把你给弄回来了 我用武力把你打回来的 就什么什么什么 不派兵 都要派兵的 不派兵怎么可能呢 台湾的战略地位 台湾的苏澳 对吧 苏澳这个港是我们和潜艇天然的一个两港 那边就是海底隧道 直接在那地方底下凿一个洞 跟三亚 榆林港一样的 底下凿一个洞 潜艇就可以进出了 里面掏空掉 潜艇就可以进出了 在那边再装一个监视器 在那边监听冲绳根 美国关岛这边的潜艇 怎么可能不驻军呢 必须要驻军 必须要有我们的军队 不管你什么样的方式 你如果说真的是要退一万步 你真的一国两制了 也必须要驻军 但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国一制 这种做法 不要再跟他妈的这种什么 民进党国民党有任何的交流 这些经费都应该砍掉 国家要有请的地方多着呢 天天跟他妈他妈 开茶话会 弄个原台面 他妈吃喝 给他们去招待 把国家办的经费都给他砍掉 对不对 国家办就每天就是发表发表 这个声明就完事了 就要怎么马晓光出来 就讲讲话 说说话就OK了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贝拉 喜欢你的电视 谢谢